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南古称焦旨 北部古为百越之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 西元前一百一十一年 南越国为汉朝所灭 之后 越南北部长期被置于中国皇朝的统治之下 达数个世纪之久 在此期间 中国文化大量地输入越南 东汉末年 焦旨改称焦州 范围大致在今天的福建省张州市大部分 广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 以及越南的北部中部一带 东汉末年 在中原大乱之际 焦州在太守世纪的治理之下 成为相对安定和平的地区 而在剧情中 我们看到 世纪对于康僧会大师的家庭 也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那么 世纪他到底是何许人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环球科技大学 朱祖德教授来跟我们介绍他 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世纪到底是何许人呢 是的 世纪他在年薪时期曾经游学洛阳等地 他是专门研究左侍春秋 他后来因为苦学 他就又被推荐为校联以及这个茂采 就是一路上从县令做到交职太守 只能说开始他割据一方的这个历程 那这个世纪这个人呢 这个胸襟非常宽阔 而且他虚怀弱骨 所以当时很多的世人都来投靠他 这个在世纪呢 他们的兄弟熊长一周 占领整个的鼎南地区 包括现在的广西广东以及越南中北部 事实上他的兄弟 子子子都分布在各郡 那当时这个世纪出门的话 是车马满到 如同现在的宾室 宾W 满街都是随从 那世纪在这个鼎南这段时间呢 维持着很安定 那孙权后来希望得到 鼎南这块土地 郊州这里 所以他就 跟这个写信给世纪 那世纪也同意了 称臣大贡 也送了很多珍珠大贝给这个孙权 也派了一个儿子到那边当人子 不过呢 世纪在他活到九十岁过世之后呢 证据发生了变化 那他的儿子叫做世辉 世辉呢 不愿意接受孙权 把他降调成久贞太守 他还希望做交职太守 所以说举兵反抗新的事实 所以孙权只好派这个履带 去这个征讨世辉 那世辉的兄弟呢 意见也不同 有一个儿子跟这个 跟履带比较熟 所以他就讲好了 就是我们要投降 你要原谅我们 那刚开始履带答应了 那可是后来呢 履带反悔了 为什么 他想要攀攻 这个看看能够多拿几个手机 差不多可以建功 所以他把刚开始出来投降的 六个世辉的儿子及子孙 斩首示众 而且在大家面前表示说 你看我们这个孙吴是很威严的 那世辉在越南这边当过这个君主 他当时也把儒学带进去这个越南地区 所以当地的人对他是很怀念 称他为世王 他也保持当地的案例一段时间 那《大岳史记全书》 这是一个汉文的史迹 提到说世辉在那边 对儒学 对教育有很大的贡献 也有人认为他参照了这个越南的文字 所以说不论如何来说 他们世辉这一家 他们这个家族在这个里南地区 天安一有 在这个三国专业时期 是一个非常地有贡献的 也对越南的这个教育 文化 以及整个这个经济 未来的经济也有很大的贡献 好 非常感恩的事 分享 感恩 谢谢 越南北部在前始皇的时候 就已经收入版图 其末大乱 赵佛据此称帝 一直到了五帝圆顶六年的时候 才将此地载入收入版图 之后的数百年间 越南一直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 在此期间 中国文化大量输入当地 而越南也因为地利之变 成为交通要重以及贸易往来之地 此时佛教也进入了越南 也因此地的多元复杂 所以佛教呈现了不同的发展特色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佛教道理它当然应该寻着这个海陆 印度的佛教也可以传到这个越南来 但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因为越南它接壤中国 就广西跟云南这一块地方 很早就是在秦始皇的这个时代 它就已经设了象郡 在越南的这个中北部 所以我们说交涉的时间是非常地久的 后来就是我们康生会的时代 就是这个嗜谢 这个家族在当时呢 其实它已经就是等于就是占据了 这个这个焦州这一个地方了 等于就是当时的焦州王 而且这个嗜谢也相当地 这个具有这个统领的这个才干 那当时它面对这个 魏蜀吾的这个时候 它这个可以说是长袖上吾的 它跟魏蜀吾其实都是不错的 感情也都能够维系得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史记上面的这个记载 它对这个这个东吾孙权有称臣纳贡 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宝贝 明珠之类的 运送到了这个东吾来 其实对这个曹操其实也是这个很恭敬的 所以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 曹操称大象 当时在魏国领土是根本没有大象的 这个大象其实应该就是要从这个南方 书运到了这个曹操所谓的魏晋 魏的领土这边来 那么才有所谓的草丛来称大象 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跟三个天下三分 三个等国家都有一些的很密切的关联 在它所治理的时期 四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政治经济非常的安定发展 所以很多的避难的人士也都来到了这边 那当然除了印度的佛法 中国的这个影响也非常大 不过我们以这个越南他们自己的这个民族的自信心 民族的情感来说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就是越南的佛教的这个发展历史 我有一个这个越南的这个比丘学生 那他呢就是帮我带了这个越南的佛教史跟康生会 他们认为康生会是他们的 他们很了不起 然后就是影响到了这个中国 那这个让这个中国的这个江南佛教能够振兴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还出版了这个康生会的这个全集 那有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佛教的发展历史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前几期的这个叙述 就是刚刚开始就叫做雄王 雄王的这个历史 雄王有好几代 雄王指的就是英雄之王 那他们的这个等于是开国的这个领袖 我们以中国的这边的这个历史记载 应该是他们第一代已经是到了这个十世纪的这个发展 十世纪到十世纪 这个等于是他们发展 而且是已经开始进入到黄金阶段了 所以他们是等于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影响力 或者是印度那边的这个影响力呢 其实就把它都淡化掉了 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民族性的观点 那这个作者呢 因为我学生他带来给我看 这个作者是他们现在一个越南的一个学者 就叫做李孟塔 李孟塔他所做的这个越南佛教史 像这个越南佛教史 其实一行禅师他也有做 也有做 那么这个是由他们自己的民族情感来的 是 听老师说我们来说 因为这越南人的看法 是认为康生会大师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 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因为他也是生活在这个越南是没错的 所以后来他到了这个中原 这样子 感恩老师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在世间佛教或许有地狱之分 有国界之别 但是在这些高僧的心里 他们看到的只有苦难的众生 需要救度的生命 还有佛法如何管传人间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高僧传康生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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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僧传康生会大师》